白化症跟白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疾病 白化症呢 它是一个先天基因异常 至于白斑的话 是后天的疾病 Veck Joseph得到的白斑 就是我们俗称这个白颠峰型的白斑 因为他当时得到的状况比较严重 当我们白斑呢 他侵犯的范围过大的时候 这时候就比较难再恢复 二三十年前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治疗方式 因此他就采用了比较极端的皮肤的漂白 这个是可以用一些特殊的化学药品 像Monoquinol Benzon这一类本类的东西 去做漂白 不过呢 这一旦漂白下去 这个黑色素细胞就全部都死掉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因此只有在少数的国家会有 像台湾啊 或是很多的亚洲地区 其实这个治疗是并不合法的 国外就算是有合格的一些国家 在执行的过程呢 都必须要先经过医师 或是精神科医师 给他做一个详细的辅导 确定这病人 他可以接受再也回不来的黑色素 那才可以去做这个治疗 在白斑这群病人 他黑色素细胞是整个被免疫系统去攻击 造成它消失 当你没有黑色素细胞的时候呢 在太阳 它就不会有黑色素产生 就不会说有皮肤变黑的状况 就会有点类似白化症的病人一样 就是它是一种白色比肤色更白的那种雪白色 白化症跟白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疾病 白化症呢 它是一个先天基因异常 造成它一出生开始 它皮肤就是雪白色 头发跟这个眉毛这些都会是呈现白色的状况 没有黑色素的分泌 那它其实黑色细胞是在 只是它就是因为基因异常 所以没办法分泌黑色素 有时候像眼睛啊 你看眼球也会看到有红的状况 因为眼球也有黑色素 至于白斑的话呢 我们目前比较多是指这个白颠峰型的白斑 那这个疾病是后天的疾病 有两个时期会出现 一个是在小朋友的时候 突然大概五六岁的时候 在身上某个地方出现一块白斑 另一种类型是到成人 大概二三十岁或三四十岁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身上 而且是会扩散出去的那一型 这个类型的白斑呢 它跟这个黑色素细胞 比较脆弱有关系 加上我们免疫系统的错乱 去误认这个黑色细胞去攻击它 让它死掉造成了白斑 所以在长相上呢 这个白斑它通常是一块一块的斑块 不像白化针 这样是全身雪白 伴随着头发变白的状况 白斑有分成两型 一个是分解型白斑 一个是非分解型白斑 分解型白斑比较好发在小朋友 它是幼儿时期五六岁左右 它的这个白斑呢 会呈现在分解型就只有一个区段 通常会快速的扩散六个月之后 就会停止在那个地方 那中期一生没有扩散 另外一个类型是非分解型白斑 就是Michael Jackson的那一型 比较多数的人会呈现这种 就是对称的分布 比如说在手的末梢 脚的末梢 或是在手肘 然后脸 眼中 这些地方 随着时间每隔几年就会越来越多 甚至会影响到身体躯干等等的地方 会不会得白斑跟体质息息相关 不过诱发因子的部分呢 还是跟压力 作息不正常 还有熬夜 这有关系 我们常常会发现白斑病人发作前两三个月呢 会出现可能一些压力啊 可能有失眠的状况 然后导致白斑的发作 除此之外呢 像手部跟脚部呢 跟这个反复摩擦受伤有关 假设你手部有受伤或是摩擦 久了之后有白斑体质的人 会在那些部位发作白斑 很少数的人是跟一些化学药品有关系 比方说像染法剂里面的PPD 或是有一些特殊行业会接触到 Fen 就Phenol这一类的化学药品 的确也会诱发白斑的发作 白斑它跟这个免疫系统失调有关系 这个免疫系统错乱 它除了会攻击黑色素细胞外 大概两到三成的病人 它也会同时攻击到其他部位 像是甲状腺是最常见 再来就是有时候会伴随着关节 或是掉头发嘴巴破这些 红斑性狼疮这种状况 或是像第一型的糖尿病 第一型糖尿病通常是在小朋友比较会出现 它这些都是跟免疫系统错乱 去攻击不同的组织器官有关 假设你是得到白斑 尤其是非分解型白斑 那建议你一定要做一些健康检查 去看说身体体内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要看你严重度去做区分 假设你是早期的白斑 那而且黑色素细胞没有被攻击的很彻底 这时候往往用插药的方式 就已经可以把黑色素给刺激修复回来 但是如果你是属于扩散型 都一块洗一块到处都有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会用上一些口服 免疫调节器去帮你调节你的这个免疫系统 让它不要到处去攻击黑色素 同时会加上照光 或是说准分子雷射这一类的光 去刺激你黑色素细胞的自行修复 但是如果你耽搁了一段时间 那黑色素细胞 甚至连黑色素干细胞都整个消失的时候 这时候会需要用重建的方法 去帮你把黑色素再种回来 就是用移植的方式把黑色素细胞给重建 假设你黑色素细胞没有办法自行修复的时候 而且你这时候也不是正在扩散期 那我们就会取正常部位的黑色素细胞 再把它移植到这个受伤 就是这些白斑的部位 基本上白斑的雷射呢 我们通常会使用像准分子雷射或准分子光 这类的308波长的光 因为在这个波长底下 黑色素细胞可以受到刺激 让它再重长 对于皮肤也不至于造成其他这些癌化的伤害 有时候假设黑色素细胞修复比较慢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些非硕二氧化碳或是一些非硕雷射 去刺激部分的黑色素细胞修复 但是必须强调这些雷射必须在稳定期的时候进行 尤其是这种气化雷射像非硕二氧化那这一类的 因为假设你正在扩散期的时候呢 你使用有造成伤口的雷射 那的确反而是会让你的白斑扩散 假设你有白斑的体质 在接受这个雷射 不管是气化雷射或是除斑雷射的时候 都是要比较小心的 因为有这样的体积 你黑色素细胞是相对比较脆弱 有可能在打完雷射之后 诱发你白斑的发生 但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是一些 在做完除斑雷射之后出现的那种白斑 那种白斑又可以分成两型 有一类是只是短暂时间的色素托施 就因为我们的能量使用上 或黑色素细胞这时候受到一个伤害 因此它有一个短暂的 可能我们可以说类似它罢工的状况 经过一些调养啊防晒这些 大概两三个月后就会自行修复 但是假设你的雷射拿捏不当的时候 或是病患的个人体质的关系 或是说过于平凡的雷射 这时候有时候会打出 就是黑色素细胞不小心整个死掉 被雷射能量给杀死 这时候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后续有时候会需要 透过照光去刺激黑色素修复 甚至需要做一支去重建那一块 死掉的黑色素细胞 白斑是一个体质 现在其实有很多基因是已经发现了 它是属于一个多基因的疾病 遗传的这个部分大概占总总的两成到三成左右 大概五个里面就有一个是遗传得到的 遗传型的白斑通常在比较小的时候就会发病 然后也比较常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免疫疾病 包含甲状腺异常啊或是像红斑性狼疮等等 所以假设你家人有白斑的疾病的话 那你本身身上假设有开始出现白斑 那就越早治疗越好 这个对于白斑 有这样子的体质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体质先天基因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可是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做习去做调整 其实有发现像就算是双胞胎 它们都有白斑的这个基因 假设它的压力很低 比如说做习都正常睡眠都很好的话 它就算是双胞胎一个有白斑 另一个不一定会发病 如果它是属于扩散型的那一种白斑 就是我们说非分解型 是有需要把它控制住的 就算它黑色素的修复对于你来说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趁早期把它控制住 否则水的时间还是会越来越多 白斑对于病人的一些社交的这些打击都很大 我觉得这是源自于我们社会对白斑的不理解 甚至过去对它的一些误解 以为它是会传染或是说会影响到下一代 所以造成白斑病人的很大负担 因此我觉得当你有白斑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比较正向正面的去面对它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新的方法 可以去做一个控制跟治疗 希望可以透过跟大众民众的一些宣导 让大家对于白斑病人不要再给他们一些歧视 这样子我们白斑病人也更勇敢地可以走出来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